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大家好 欢迎订阅 谢谢大家关心天下事 欢迎收看奥亚卫视走进台湾 我是谭江龙 习近平主席昨天在阅兵方面讲话的时候 突然间丢出了一个爆炸性的话题 裁军30万 这是解放军在过去几十年里面 以原额来讲可能是第三大的裁军行动 可是以目前解放军的编制230万 裁掉30万之后 那个裁减的幅度15% 其实相当惊人 那这样子的一个裁军又代表着什么 好 今天我们还是把这些呢 昨天的整个的整个的中国 第一次非逢武非逢时非国庆 所举行的阅兵活动 那所产生的就是说政治跟这个化学效应 今天我们继续做深度的讨论 先介绍呢 今天到我们现场的两位的来宾 都是呢台湾资深的媒体人 在国际问题军事问题方面的专家 在我右手边的第一位 赖月谦 月谦欢迎 张有花 有花欢迎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在那场的阅兵 中国的解放军动员了一万两千人 入海空三军各个军种包括仪仗队全面的出动 以及呢国外来自于呢友邦国家的许多的这些呢 参与阅阅阶兵的这些的仪仗队伍 那使得昨天在北京的街头上面 所呈现的是一个呢国际化的阅兵的氛围 我们看一看昨天阅兵的画面 我们看昨天阅兵的氛围 我们看昨天阅兵的国家 请不回线 好你刚看到的这昨天的阅兵的画面 军荣军荣壮盛啊 也难怪就许多的西方媒体 西方国家 他看到不管他内心里面的真实的感受呢 是如何看到的时候呢 多多少少呢会觉得 有一些的有一些的紧张 会会就会觉得中国的那种的力量的强大壮盛 好但是呢我们来看门道 嗯昨天的这个中国大阅兵 那习近平主席呢讲的话 除了在阅兵的就是说礼的 礼宾车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行进的过程 当中所看到的那种的军容以及气势之外 习近平在讲话里面 他提到抗日战争是政协的大决战 昨天的习近平的讲话 当然对日本很有针对性 即使安倍8月15号讲话了 但是你可以听得出来 之前即使媒体呢没有大做文章 但是从昨天习近平的讲话呢 再度印证了就是 中国对于安倍的讲话呢 是不接受的 是不满意的 因此日本呢提出抗议说呢 不要过度聚焦不幸的历史 我请教岳谦 昨天的整个的气氛当中 为什么会让日本既没有派人参加 反而要抗议 在亚洲战场 特别是在中日的这个战争 就是日本的清华战争中 我们看到日本 他不只是打正规战 他对无辜的百姓 他实施这种屠杀 他对于妇女实施这种监入领略 他对于孩童 抛上去 用刺刀穿透他 这样的违反所有的人类能够理解的这种行为 这种就是邪恶的战争 但是习近平告诉全世界 这是一场正义跟邪恶的战争 我相信在亚洲国家 其实连在欧洲的广大的政治人物也好 或者是历史学者也好 也都知道这是一场正义跟邪恶的战争 唯独美国的总统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 欧洲人都很清楚 法国的外交部部长讲得最清楚 他说这是一场中国人民 以死亡跟受伤三千五百万人的牺牲代价 所获得的一场正义的战争 这个话其实就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一场正义跟邪恶的战争 但是日本不舒服了 日本知道他做的是一场不正义的战争 可是日本很害怕 全世界知道他做的是一场不正义的战争 但是问题是你害怕没用 全世界都知道 现在是日本很害怕他的国民 很害怕他的孩子 知道他的前辈们干了这种不正义的战争 所以日本在这个时候要抗议了 他说不要过度聚焦 不信的历史 其实这个历史不信的历史 不需要过度计较的 是因为你从来不肯承认 如果你日本像德国这样子承认 像德国这样子反省 像德国这样子的态度的话 坦白说谁会一直强调 这是一场正义跟邪恶的战争 唯独你日本人不肯承认 唯独你日本人不肯面对的时候 对不起我们要逼着你来面对 那是因为你不肯面对 所以我们才要逼着你面对 你一旦面对了 我们怎么还需要再逼着你面对呢 是 好当然习近平呢 昨天说 昨天的这个讲话里面 我想今天呢 大家也都已经看到了 但是我们再整理一下 他特别针对日本的部分呢 他说呢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 他不是在1937年 中国人认知其实在1931年 当东三省918事变之后 就开始进入长达14年的 非常漫长的抗日的过程 那持续的时间最长 14年 所有西方国家的就是二战的历史都是4年 我们是14那面对侵略者 欲血奋战彻底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 中国永远不会把自身的经历过的悲惨遭遇 强加给其他民 这是很重要哦 中国呢是强而不霸 中国呢绝对呢 不会走和平崛起的道路 不会把自己的痛苦经验 其他人告诉日本说 你不用担心我报复啦 我不会把你加在我身上的三千五百万条人命的苦难 今天呢一定要还在你身上 但是当习近平昨天是这个调子 他就告诉你 接下去的东北亚的关系 中日关系 仍然是混沌未明充满变数的 刚月先提到了 为什么的德国不会有 德国 大家知道1971年的时候 诺贝尔和和平奖 挪威就颁给了当时的德国的总理布兰特 颁给布兰特是什么理由 因为他对战后的那种的气氛的修补 让欧洲的和平看到了曙光 1970年距离现在已经45个年头 人家45年前就处理完了 安倍到现在为止 仍然让周围的国家感受到愤怒和不安 好我请教有话 当然有许多的问题呢 昨天我们也谈过 今天许多媒体也报道过 不过呢我们从中日关系来看 昨天呢在阅兵仪式上面 有另外一位的贵宾呢 是朴景辉 大家知道东北亚 其实四个国家 主要中日三国 那日本呢一个人都没有来 安倍不来 大使不来 也没有派什么的特使来 甚至于呢连基层的文武官呢 几乎呢都都不见 好那接下去呢 朴景辉来了 朴景辉来了之后 他不是只有来 朴景辉这次来 他不是觉得对中国不好意思 来虚应过故事 他来是很有诚意的 好那朴景辉来和习近平联手 同意呢早日召开中日韩峰会 朴景辉说呢中韩呢是患难之交 习近平提到 他说中韩呢都为对抗帝国主义侵略与占领而抗争 最终两个民族都四死而实现了解放 朴景辉说经过上个世纪中韩共患难的历史 凸显战略伙伴的重要性 我请教有话的是 朴景辉的到访 未来对于东北亚的局势会有什么催化的效果 尤其是谈到的中日韩峰会 以安倍的讲话的调子 以习近平讲话的调子 中日韩的峰会 习近平跟安倍有可能坐在一起谈吗 应该是有这个可能啊 只不过这个峰会要由谁来主导 是由中国大陆 还是由日本来主导 我们必须要理解到 昨天中国大陆的九三阅兵 事实上他希望中日之间的恩怨 能够在这场阅兵里面一次把它解决掉 现在就要看日本的做法 因为各位昨天去看 三军余队走了一百二十一步 就是甲午战争一百二十一年 这一百二十一年中 日本在前面的五十多年 你加诸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痛苦 我现在可以稍微讲个一下 为什么要从九一八事变算起 九一八事变你坦白说是东北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东北抗联部队 抗联部队它转入地下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所以对共产党来讲 九一八事变跟东北抗联事件是息息相关 而东北抗联事件各位再回顾一下 抗联事件之前 日本对中国大陆做了什么 日本大批一百二十多万人 大规模的移民东北 那第二个抢占西伯利亚等等 这一些血泪的历史 日本到了今天反省过了没有 没有反省 那中国大陆就是现在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你 我希望在一百二十一年的历史 我们共同把它解决掉 就是说最好终结掉 但是终结只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日本的反省跟认错 最近中国大陆也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安倍的讲话 你哪怕按照春山富士的谈话 你重念一遍 中国大陆都不会那么反改 就是说你安倍不要讲新的东西 只要你再把春山的话 重念一遍的话 中国大陆都可以放心 一定过关 对不对 他只要念春山富士讲到说 我就完全把春山富士立场接受 一定过关 对不对 所以中国大陆的这一篇文章 他点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现在已经不是史官认定的问题 而是说历史的延续下 你日本应该怎么做 你要去反省你的历史 好 如果日本不反省历史 纵然是有中日韩峰会 各位可以想想看 它是东北亚的三大经济体 全球我们现在看 中国大陆是第二大 然后日本是第三大 韩国接近第七大 如果这三个国家召开峰会 第一个你首先你要解决掉历史的问题 第二个潮半岛的问题 然后今天潮半岛 坦白说 不是美国也不是中国大陆造成的 是你日本造成的 是你日本一手造成的 今天潮半岛的很多的问题 你原始来源 就是跟你日本有关 所以你就必须反省历史 解决潮半岛问题 然后第三个 就是说你领土的坚持 你能不能回到 波斯坦宣言的那个阶段 就是波斯坦宣言以前 你强占别人的领土 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归还给别人 只要日本做到这一些就可以 但是我们现在看日本的战略 日本的战略就是当美国的马前卒 如果他当美国马前卒一天 我想中日韩峰会纵然召开 这里面的实质问题的结 还是解不开 所以未来中日韩峰会 我是主张召开 因为这种峰会你常年性的召开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虽然有很多历史上的纠结 你可以不管 但是你不能遗忘 但是最重要的 就是中日韩峰会的召开 是不是让东北亚的局势更加稳定 毕竟今天的东北亚是冷战的活化石 这是美国人提出的观点 说截至目前为止 全球最紧张的地方 就在东北亚 而东北亚又是冷战的活化石 如果你能够把化石活化的话 这就说明了中日韩峰会有召开的必要 朴槿惠这次来 他不只是人来 他带着史上最大的工商企业的这样子一个团体 跟着朴槿惠一起来到了中国 要在这次的见面的过程当中 深化中韩之间的FTA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全面的对接 这个是韩国的气魄 进广告 回头我们继续关心东北亚的情势 当管理国际视野带你继续关心天下事 欢迎收看奥亚卫视走进台湾 我是唐江龙 我们回头看 昨天九三这场的阅兵 以及中国针对抗战胜利70周年 所举行的纪念活动上 当然有不少友邦元首 甚至于他们的方阵队伍来到了中国 那表面上看起来 所有的国家的元首当中 最大的最重要的事务是普京 但是其实你从中国的安排上面来来看 真正西京的 或者说中国真正在琢琢磨的 以及呢 在整个的就是说 9月3号当中来讲 最值得去观察的 其实是朴景惠 中韩关系 不要忘了朴景惠的父亲呢 是朴正熙 朴正熙是韩国 他的一个标签是反共强人 过去在南北韩的对抗的过程当中 在美国所建构起来的那种的反共的 那种的冷战的繁离当中 他以及他的父亲所代表的那个势力 跟一个意念和中国 以及呢中国俄罗斯苏联 背后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 是激烈的对抗的 不共戴天的 可是呢朴槿惠这次来 除了延续呢之前呢 中韩关系的友好之外 他这次呢带来了最大的访问团 好那朴槿惠这次呢访华阅兵 我们看到了美国日本以及西方的国家呢 不断在中国的阅兵上头呢 做文章 但是呢朴槿惠呢不理会他 那他不只来向习近平感受呢 对于对中国 感谢中国在整个战争当中建设性的角色 疏解了呢朝鲜半岛的战局 那同时呢习近平怎么回礼 习近平单独招待朴槿惠武焉 同时呢在合照的时候 我们看到普京站在这 他单独安排他站在那彭丽媛 这个这个就说习近平主席夫人 旁边两个人一红一黄的 这非常的抢眼 同时呢韩国 韩国军方首次呢派代表团出席了中国的阅兵活动 另外呢朝鲜的代表 二把手崔龙海 虽然呢也受邀到了现场 但是呢比朴槿惠早八分钟进场 区隔开来 也避免了朝韩之间的尴尬 我们看到习近平谈到就是说 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 希望能够通过对话解决 而朴槿惠呢也谈到 韩方希望同中方共同努力引导本地区的国家 走上了健康的轨道 换句话说呢即使呢没有美国的那种的洋枪洋调 中韩两国之间的互动呢 看起来共同唱的都是一种和平的调子 朴槿惠为什么干冒大不会 日本不来一个都都不派 美国基本上面的是 是把绳子拉着 不让任何国家来 朴槿惠为什么 韩国跟中国的经济的融合度越来越高 所以融合度越来越高 韩国跟中国的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强大 经济的一体化会使 韩国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好 现在我们看到在政治上 这次朝鲜半岛的危机 朴槿惠为什么要说感谢中方 很明显的 就是这次危机的化解 是中方一定有了很大的力道 大家讲的是说 这次在38度线的朝韩炮战了 是的 所以最终我们提到了 如果在安全上 国防安全这个部分里面 中方能够有效的约束 朝方不要轻举妄动 也就是说能够协助两韩之间 透过和平对话的方式 来解决两韩之间的矛盾 相互不威胁对方 然后共同来发展的经济繁荣 如果朝鲜感觉到安全 朝鲜就不需要发展核子武器 不需要发展这个中机弹道导弹 我们就可以解除他的经济制裁 这样的情形下 中方也更有能力 更有条件来协助朝鲜 改善他的经济关系 韩国也可以跟改善 协助朝鲜改善他的经济关系 这样的情形下 两韩共同繁荣 把朝鲜半岛 创造一个更为安全的环境 那这不是整个东北洋局势 大家都很高兴的事情 所以美国必须要离开韩国 才有办法使朝鲜半岛 进入一个相对更好处理的一个态度 目前看起来中韩之间的关系的发展 是有可能这样做的 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各位 美国怎么可能就杀手 美国一直把韩国当作他的桥头堡 美国一直把韩国当作他的桥头堡认为 可以遏制中国跟俄国 在这个东北亚地区的发展 所以美国不会轻易的放掉在韩国的军事纪律 好 朴景辉当这次来 我们提到他在他的经济跟贸易上面来讲 采取非常积极的攻势作为 当去年当中韩签订了FTA 那对于韩国来讲呢 这是在经济战略上面来讲的非常大的掌握 我们之前也提过 这对朴景辉呢 将来他的一个历史定位来讲 影响非常深远 那朴景辉呢 率领了史上最大规模的156人的经济团访 华也就是说 今天韩国你讲得出名号的大企业 大集团大概都通通来了 加强对接中国的一带一路 也就是说对于这一带一路 韩国人不会把它当口号 他认为中国是完真的 所以我带着我的呢 我的最核心的企业的成员 我真的就是要把中国当作是我的第二内需市场 参与中国未来的一带一路的建设 习近平谈到呢 中韩关系的发展历代最为友好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 从过去的就是说呢 反共的就是说呢 这个就是说呢 碉堡到今天 那朴景辉呢 以反共强人之女 那来到了北京参与了阅兵和习近平的见面 表示中韩或者东北亚的政治气氛 其实有很大的改变 那地节自由贸易协定 FTA 韩国加瑞亚投行等等 表景会谈到加强欧亚合作倡议 同一带一路呢 协调对接 他说呢 中国呢 是韩国最大贸易博物贸易伙伴 韩国是中国的第三大的贸易伙伴 关系当然很重要 韩国呢 两万多家企业 在中国投资呢 达500亿美元 那我要请教有话的是 其实 我在看这些画面 我看到中韩之间的元首的互动 我看到朴景辉呢 这么刻意的 在完全不理会美国 日本 其他的这些呢 欧洲 欧洲国家对韩国的施压 坚持用很高的规格 来到中国参与呢 这场的阅兵跟纪念活动 除了中韩共同的历史之外 我认为有个很重要的政治含义 对北韩的施压 你就看到这个画面之后呢 即使朝鲜的吹龙海来了 但是我不相信 朝鲜 金正恩 如果看到了 朴景辉和习近平之间 这种宣称中韩关系 历代最为友好的气氛 那么你是金正恩 你该怎么办 有话 其实朴景辉这样做 是有他的道理 我们现在先看韩国 他的战略的设计 我一再讲 军事上 他必须要依赖美国 因为军事上 毕竟过去韩国跟中国 两个国家 那也是一个竞争对象 那你尤其是在武器输出方面 过去韩国是一个工业 是一个造船工业大国 那现在跟中国大陆 也发生了一些 在舰艇输出上面的竞争 那这个是在军火贸易方面 军火贸易方面 当然韩国 他有很多的武器装备系统 是需要仰赖美国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军事上 他没有办法去脱离美国的影响 但是他经济上 他极力摆脱美国的影响 因为各位去看 韩国最近几年的经济状况 从金大宗开始 金大宗到卢武炫 卢武炫到李明博 李明博到朴槿惠 那在经济状况上面 是李明博时代 是远胜于朴槿惠 所以朴槿惠 为了要给韩国的经济 找一个出路 他必须要跟中国大陆的 一带一路对接 那他对接的方式 各位仔细去看 一带一路在海路上面 他最终是指于福建 当然有人说可以延伸到上海 那中国大陆现在在北方 有京 北京 天津 唐山 还有 还有葫芦岛 就是卢沽 就是京津 好 京津唐沽 好 四个地区的一个整合 韩国只要整合到北京的这一方面去 京津区里面去的话 他可以一带一路向欧亚 但是他在海路方面 朴槿惠现在是希望说 中国大陆除了延伸到上海 能不能也延伸到山东半岛 甚至于天津 这样子他陆海都可以在天津那个地方进行对接 所以呢 朴槿惠他为什么要参与亚投行 他为什么要参与一带一路 他必须要为韩国的经济找活路 那韩国的经济 现在他有四个重点区域的发展 第一个重点区域是中东地区 那中东地区刚刚好在从沙特阿拉伯为一个核心的话 他周边国家现在韩国投资很多 这个是韩国的一个经济的重点 第二个 第二个重点 韩国的游园现在要往中亚去寻找 往中亚寻找的话 刚刚好中东在南海的 在他一带一路 就是一带的区域 一路就到了中亚 这是他第二个重点 投资区 那他第三个重点 投资区是在中国大陆 那他第四个重点区 他希望是设在欧洲 所以从朴槿惠的经济布局 你看到了一个事实 如果没有搭顺风车的话 那他这四个 他这四个区块 是等于是零星分布于欧亚大陆上 如果透过中国大陆能够整合的话 他的海陆跟他的陆路 就能打通他任督二脉 这也就是说 朴槿惠为什么他要带那么多经济参访团到中国大陆去谈生意的主要原因 我们进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我们还是继续去整理这次的九三的阅兵的后续看点 昨天 当然我们刚刚在走马看花的看完了之后 看到了许多的过去可能没有这么集中呈现的中国最新的军事装备 习近平一边讲和平 讲了18次吧 让大家非常的感动 接下去裁军30万 可是展现出来的军品 也让西方国家在推敲中国未来的军事思维到底是什么 这场的阅兵活动里面经过了一天沉淀之后 有哪一些看点值得深入分析 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请教两位专家 当管理国际视野带您关心天下事 欢迎收看澳雅卫视走进台湾 我是唐江龙 昨天的九三的大阅兵 军事层面来讲 既然要阅兵嘛 军事层面当然是观察的重点中的重点 除了习近平长到的30万人的裁军之外 另外就是当天 大家都在看 甚至于大陆的网民们 很早就已经在点菜了 我要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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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个菜不见的每一道都如你所愿的端上来了 但是昨天看起来还是有很多的看点 那昨天呢 中国的阅兵的重武器亮相 让大家看到呢 打造了国家安全的长城 中国一方面习近平主席说 中国就和平崛起了道路 18次的和平的调子裁军30万 都让大家觉得呢 中国呢已经走过了过去那种呢 非常非常担心被侵略 然后呢非常没有安全感的时代 可是呢摆出来的这些的这些军品 却是军容壮盛 那么这些国家又怎么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阅兵画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兰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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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兰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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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 好 你都已经反反复复的看 看了之后呢 许多人感动 许多人振奋 但是阅兵 从西方国家的角度来讲 看到了中国的阅兵 那种某种程度上面 不愉快不悦的感觉 反映出呢 他心里面把中国当作是假想敌 觉得呢 中国的武力强大了之后 中国西方人已经去 炮制那种所谓的黄 黄祸 已经非常非常久了 这是两三个世纪的事情 好 因此他看到中国的强大之后 不要说日本呢 会会觉得很 很没有安全感 西方国家也一样 因此不断的在中国的阅兵上 上头呢 做负面的文章 好 所以呢 他们都不来了 因为阅兵 看起来穷兵独物 月珍怎么看 我们怎么来看待这次的阅兵 第一个我觉得 一日千里 也就是说 他展现出来的都是 现役的武器装备 现役的武器装备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 现役的武器装备 等于是告诉全世界说 中国大陆现在是全系统的 不管是航太的 航天的 空中的 地对空 空对地 地对地 地对海 海对地 海对海 海对空 空对海 所有的全系统的 这些武器装备的 我们叫做全系统的 国防武器工业化 它的规模已经达到一个 相当大的程度了 换言之也就是说 各位可能只看说 怎么就是这些武器 这些武器就是告诉你说 它的工业规模已经出来了 因为它完全是用在部队上面了 因此未来的部队 现在的部队已经在使用了 所以它不断地在换装 按照它的继承 它的规定已经一直在换装 一直在换装 所以它的工业规模已经出来了 这表示什么呢 中国的高科技的武器 已经一直在追美国 而且越追越近了 各全方位的 全方位的拉近距离 已经 这已经出现了 以前距离很大 可是现在一直在拉近 一直在拉近 我们强调是全方位的拉近 在若干的地方上已经突破了 例如说我们看到了 这种不战车 这个目前美国后来放弃 全世界最新的 最领先地位的 就是这种不战车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讲的 东风21型的导弹 在全世界目前是领先 为什么会领先呢 主要是因为 美俄他们签署了 中程导弹的禁止发展条约 所以在这个部分 中国没有签署 所以中国在这个部分毫无限制 因此我们会看到 1000公里到5000公里之内的导弹 特别是东风21系列的 东风26系列的 东风21是1500到2500 东风26是3500到5000 这个系列的导弹 对不起 中国领先全球 好 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它是现役的 我们还是在强调 它是现役的 那这样的意思是说 未来我们估计 这个武器装备 目前已经看到 凤额大概在五兆左右 五兆除了中国解放军 所需要的需求额 会开始购买以外 它因为 它已经达到规模化的生产 所以它的成本会一直下降 成本会一直下降的话 它的价格会越来越好 它的价格越来越好 它可以卖到亚洲 中美洲 非洲 所有的国家 因此 没有办法从美国获得的武器 或者是美国的武器太贵的国家 它可能会转念了 转念了以后 可能会考虑向中国来购买 好 我请教有话 这些的军品 因为你是武器专家 在昨天的阅兵之后 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的武器 还有哪一些 是你看了之后 你觉得非常有意思 值得特别解读的 美国 它是认为东风21D 它要有几个条件的配合 第一个海洋监视卫星 第二个空中的指挥导引 或者是卫星导引 这是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 它发射的方式 然后第四个 当航母 因为航母是一个移动的目标 因为一般导弹 是打的都是一个固定的目标 它是运用一个什么方式 去掀击航母 所以他们现在推估出来 东风21D 如果真要打的话 大概会打四枚 一连发射四枚 它一连发射四枚的话 它涵盖的区域 它是用涵盖区域点 那涵盖区域点 就要有很精确的 指挥导引武器 或者指挥导引系统 在这个方面 美国是关切 就是说 东风21D 跟东风26 他们两个一定是搭配型的武器 绝对不是单打独斗的武器 为什么讲搭配型 一个可以打到关岛 一个可以打到航母 好 它一个是打打击基地 一个是打击航母战斗群 所以就这两个来看的话 它就要推估中国大陆的航太工业 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 这个是东风21跟东风26 那其次 你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 美国非常注意 中国大陆的特种战机 美国反正评论 殲10 殲11B 甚至于 殲20 殲31 殲15都已经评论过了 但是美国现在看你 中国大陆的叫做特种战机 因为特种战机 它涉及到了预警机 它涉及到了电战机 它涉及到了通讯指挥机 等 这一方面 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 是落后于美国 所以美国看这次阅兵 跟我们的角度 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空井2000 我们就拿空井2000 你来讲好了 空井2000 已经出现到现在将近十年的历史 将近十年的历史 所以美国一看 你用轰6K 当作长城打击机 就是战略轰炸机 等这一些 如果中国大陆在特种战机 这一块能够有所突破的话 美国会感到害怕 那最后我们看到反舰导弹 那反舰导弹 就是601 602 603 等这一些 这一次公布的 能难是阴急62 就是602 是 就是 就是 暗急的反舰导弹 就是陆基反舰导弹 这说明了一件事情 中国大陆的军事战略 它还在积极守备的转型过程当中 如果它还想说 我要向外扩张的话 如果我要向外扩张的话 它就必须在 一般的 就是特种战机 特种战舰 就是好比说两栖突袭舰或者两栖登陆舰等 这些如果有重大的突破 配合中国大陆的空天站的话 这样子美国才会对中国大陆感觉到害怕 我们进到广告 回头之后 这张照片 这是一张 让全世界的人 你只要心 有一天的温度 大概都会心碎吧 这个孩子 大概估计三岁 他的尸体 被发现在土耳其的海边 他是难民之一 跟着父亲 跟着妈妈 跟着他的五岁的哥哥 准备搭着难民船 先到希腊 然后希望辗转的 能够逃到加拿大去 依亲 但是离开土耳其没有多远 船翻覆了 他们全家只剩下爸爸幸存 爸爸不去加拿大了 他要带着太太 两个心爱的儿子的尸体 要回到他们原来离开的地方 回到库德族 回到叙利亚 他说要安葬他们 他如果死了 也要跟他们三个人葬在一起 何等悲伤的故事 难民现在是欧洲最核心的课题 我们来关注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难民 在这个时刻涌向欧洲 台湾观点国际视野 带您关心天下事 欢迎收看奥亚卫视 走进台湾 我是唐娇龙 节目的最后一段 我们来关注一下难民 难民的课题 只要有战乱的地方一定有 非洲大陆随时都有许多的难民 在各个跨过许多的边界 跨过许多高危险的地区 只是为了要求生 只是为了要延续 让自己的下一代 还能够活得下去 但是这些的难民 随着北非 随着中东的动乱 他们没有地方了 他们开始涌向欧洲 在过去一段时间 你比较多看到的难民的新闻 都是来自于北非 比如阿尔及利亚 比如说利比亚 土尼西亚 这些地方 他们本来就都是欧洲的殖民地 因此呢 在有战乱了之后 随着语言跟地缘上面的接近 他们就搭船 那涌向南欧 但是最近 国际媒体上面所看到的这张的照片 让大家非常非常揪心的照片 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三岁 叫阿兰 在土耳其的海滩上面 大家看到他 他仿佛沉睡的婴儿一样 他已经死了 他是难民之一 我们看一段新闻 这名逆亡的叙利亚小难民 名叫阿兰 年仅三岁 照片上 他面朝下趴在海滩上 仿佛睡着 阿兰五岁的哥哥 以及他们的妈妈 也一同丧身大海 这个来自叙利亚的四口之家 原本想逃避战乱前往希腊 就坐上严重超载的偷渡船 不想 起航没有多久 就在土耳其半岛附近翻尘 最终 只有父亲库尔迪在海难中生还 悲剧发生之后 推行收紧难民政策的英国政府 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英国首相卡梅伦当天表示 英国在收留北非难民方面 已经极尽慷慨 但这并不是解决难民危机的根本之道 如要防止此类悲剧再次发生 需要各国加强合作 从根源上铲除 造成北非国家乱局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好 但是这些难民 如果你只是看文字 看浮光月影的新闻 看到他们漂流海上 或许你也会难过 但是不会像这张照片这么的揪心 这张照片牵动了全世界人的眼睛 这个孩子三岁 我先请月圈跟大家讲讲的故事好吗 这个家庭有爸爸妈妈 还有一个三岁的孩子 还有另外一个是哥哥 六七岁左右 爸爸妈妈也活不下去了 必须要带着他们的孩子 离开家园 好不容易把所有的家产都变卖 抽了一点钱 可以买到船票 买到船票以后就坐船 坐船就会碰到船难 船难了以后呢 这个爸爸一直抓着这个小儿子的手 一直抓着一直抓着 可是因为海浪太大了 那没办法松手了 松手了以后 这个孩子就失踪了 失踪了以后爸爸获救了 妈妈也溺死了 长子也溺死了 那最后的小儿子 就飘飘飘飘飘 飘到了这个土耳其 飘到了土耳其是被土耳其的 海岸巡方署的警察发现了 把他救起来 其实不是救起来 把他抱起来 抱起来的时候 他在海滩中就是这样的一个姿态 因为被海浪冲到这个地方 然后被警察抱起来了以后 因为他已经僵化了 所以警察抱回来 后来送到警察局 我们看到了收容所的时候 在这个平台上的照片 也是一样的姿势 因为他已经僵化了 所以他不能够把他翻过来 所以就也是抱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有两张照片 一张照片是在海滩的照片 另外一张照片是在他们的这个 处理这个遗体的一个照片 他的姿态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 他就让全世界很多的人就很难过 这个情形下我们就看到 梅克尔第一时间就做反应了 梅克尔他就说 这个问题欧盟一定要负责任了 欧盟要解决了 欧盟不能够不再默示这些人的存在 其实德国在这一次的战争中 德国没有介入 但是我们看到德国 他们就诚如他们在战后 他们对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 他们的决心一样 他们成为一个很有道德的国家 去年他们接待了20万的难民 他们今年预计要再接待80万难民 可是梅克尔在内部并不是没有承受压力 德东的右翼的纳粹的很厉害的 我诚实讲 其实因为德国这个国家 热卖民族的民族性 其实跟日本有几分像 因为他一定他还是有一些种族优越感 他觉得自己是很高级的 因此这种优越感越强的国家 他对于外来的移民的排斥感 就越强烈 那何况过去的移民 移民的这种的相处的经验 并不愉快 就是德国不只是东德 包括了西德 乃至于像是柏林 过去的波昂 他一直都存在着 就是说跟移民之间的 这种的社会的社会文化的冲突 那尤其对于来自于就说 这种伊斯兰世界 来自于中东 来自于土耳其 过去都有很多的冲突 因此梅克尔要做这个决定 老实说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你光我们生活在台湾好了 台湾对于这种移民 极端的排斥 那歧视 那是很可怕的事 政治上面来讲 台湾要接纳移民 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看到这个移民 因为这是欧洲 当我们刚看到这新闻画面里面 这个孩子在生前最后留下来的照片 他都还是穿着类似这样的一身的衣服 你就知道难民是很辛苦的 虽然苦中作乐 还是天真无邪 还是留下了灿烂的笑容 跟跟他的这个熊熊娃娃 可是呢 这些呢巨王已 令人很心碎的 那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潮 估计大概有35万 未来还会再继续的增加 因为整个北非跟中东 乃至于就是说呢 这个这伊拉各地区 叙利亚的动乱 他都还在持续啊 那现在笑云才刚出来 那我们看到了这个三岁的 这个叙利亚的难民 因为他是 他是库德族 那呢 这个的离 就是说离难了在土耳其的海岸 他们是从土耳其出发要逃往希腊 但是又被重回到了土耳其 我们看到这边整理 整理出来的 这个是 现在大概对于就是说 有关于 有关于整个的欧洲的难民潮的 几个的简单的 简单的说明 我们看颜色的部分 从西地中海大概是从摩洛哥这一带呢 往北边走进到西班牙 大概呢将近七千人 六千六百九九十八人 好另外呢 从中地中海的部分 大概从利比亚啦 跟土尼西亚这两个区块往北走 因为在过去就西西里岛 靠近意大利了 这个其实呢 是在难民潮跟偷渡路径上面来讲最近的 这个地方进来的大概九万一千多从意大利进来 另外这个部分 它跟北非不同的 来自于所谓的东地中海途径的 或者是西巴尔干途径的 它几乎都是来自中东的难民 那它就跟过去长时间叙利亚的内战 伊拉克的内战 以及IS的动乱就有直接的关系了 这个地方进入路径进来人数非常的多 比过去北非的还要多 东地中海大概十三万两千多人 从希腊这个地方进来 这个呢小宝宝三岁小宝宝 他们就寻的这条路进来的 要先到希腊 然后呢要再出去 另外从西巴尔干进来的 现在也引起注意的 就是说呢他们从匈牙利 西巴尔干从匈牙利呢 进来的大概有十万多人 好那海陆陆陆呢都都有 那你说以今天的欧洲的文明程度来讲 虽然它相对来讲富裕 那相对来讲呢 也愿意从人道的角度去思考 不过社会呢抵制的声音呢 是很多的 所以才会造成这么多的难民 比如说中东的难民 在欧洲的长征 有很多呢被挡在门外 成了冤魂 我们看到意大利呢 恢复了边境管制 它没有办法 因为已经十万人进来了 那个绝对是个社会问题 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小小宝宝 他们都已经先逃到了土耳其 你知道他们原来住哪里吗 他们住的那个城市叫做科巴尼 科巴尼从去年的八月的关键性的战斗当中 IS呢就是准备了全面占领 科巴尼对库德族进行大屠杀 后来没有成功 但是战乱当中他们逃出来 他们就是来自土耳其的边界城市 现在土耳其境内的库德族的难民的数量呢 非常的多土耳其政府怎么办 土耳其政府表面上面来讲呢 把他们安抚在那个地方 但是想办法把他们挤出去 因为库德族土耳其是不欢迎的 土耳其都把它列为恐怖组织了 好那匈牙利呢也封锁车站 因为有太多人在布达佩斯 匈牙利的这首府布达佩斯的车站准备转 要转往呢 德国或者是其他的欧洲地方 英国呢则是拒绝参与欧洲难民的分摊计划 你看到英国的态度 他是拒绝的 拒绝连谈都不跟你谈 难民很抱歉 他们会会到你欧陆 不会到我英国吧 你看到的几条路线跟英国是没有什么关系 我何必去分摊呢 好那申根公约国呢 26个国家的整合跟难民的接纳呢 可能会出现破局 有话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其实难民问题 我们这样子看 现在在叙利亚大概400万到600万 在土耳其大概200多万 那这将近1000万的难民 那我只讲中东地区 这1000万的中东难民是比北非的都还要多 那中东难民他真要离开他的地方 而进入到非洲的 到欧洲的话 各位想想看 是哪一个国家 当然是土耳其嘛 当然是土耳其 那土耳其他自己本身 他承担了200多万的难民 而包含叙利亚等 这一些将近有800多万的难民 就在叙利亚 土耳其 伊拉克 这三角地带在那边流窜 那流窜的话 那只有两条路 一条路就循着阿拉伯 就是叙利亚的边境城市 阿拉伯或者是土耳其的城市 进入到希腊 那希腊现在也 因为 也因为欧债风暴 那希腊没有办法去 接纳那么多的难民 所以 希腊也采取了一些相关的措施 那土耳其最好的方式 我就把你驱赶到欧陆去 那驱赶到欧陆呢 那欧陆的几个国家 我们先讲南欧 现在马其顿 他那个讲 他说 我只愿意收容 好 穆斯林的 或者有一些国家说 他只收容基督徒 那换句话说 整个欧洲国家 现在面对难民是 无能为力 无能为力 但是源头 我们必须要说清楚 这一些都是美国一手造成的 无论是阿富汗 无论是伊拉克 甚至于到现在的叙利亚 等美国要负担 百分之百以上的责任 那基于地缘政治的关系 他们不往欧洲 难不成 那你要往中东 或者是往亚洲走 亚洲他又走不到 所以现在难民已经成为欧洲的问题 那成为欧洲的问题 我几年前去德国 我也去法国 你尤其是法国 那我上次去的时候是 法国呢 是跟政府 当地政府 为了薪资的问题 为了失业率高的问题 他们不是连战了十几天吗 在街头上 那一次那我去 然后法国现在 法国本来是接受难民度 程度最高的一个国家 现在 自从查理周刊事件以后 你看看 慢慢的降 他们就不欢迎这些难民 那 再讲到英国 英国也不欢迎 那现在反而比较欢迎的是德国 德国还有 还有北欧三国 北欧三国是挪威瑞典 他们这些国家还能够接纳 好 现在问题来了 我重来呢 我全部接纳 能不能解决问题 解决不了嘛 所以 我们今天去看难民的问题 应该要透过联合国 来解决这些问题 因为你老是丢给欧洲国家的话 那你美国袖手盘观 那问题那也来了 只要欧洲 一而再再而三 去接受这些难民的话 那这些难民会通通涌向欧洲 通通涌向欧洲 会造成一个结果 就是让欧洲这一些国家的内部 对于难民的反感是越来越深 所以我觉得今天要解决难民的问题 除了源头以外 你联合国 甚至于美国跟欧洲 你要拿出一些具体作为 不然的话 这个问题再认定发展下去的话 那我看欧洲各国之间 可能会掀起极大的风暴 我们看到的难民 今天这些国家来讲 当然非常的困难 因为你今天看到他们可怜 可是明天进来的时候 隔一段时间所形成的社会问题 他们可能变得可恨 这种的政治上面的态度的转换 如果想的深远一点 大家听到难民都很害怕 那这些国家当然更担心 今天我开放 我收容八十万 明天会不会引来一百八十万呢 这些呢 都是要收容难民 除了人道以外的顾虑的地方 好 八十万的难民潮 弃而之母 德国的总理默克尔 固然今天 大家基于他的一个人道的关怀 给默克尔很高的评价 可是默克尔有很可能 因为这件事情而陷入政治危机 他们增加33亿欧元的预算 协助难民在语言职业训练提供工作 难民每个月可以领 一百一十二到一百八十四欧元 同时要改建了希特勒机场 收容了四千人的难民营 好 当然默克尔的这些的 这些的动作都只是有关于 难民问题的开始而已 过去也担心难民里头 会不会是混着恐怖分子 这些呢 都是他们要顾虑的 难民是非常难处理的问题 可是今天所有的难民的问题 始作俑者是谁 是IS吗 还是养大的IS 在过去中东不断的做政治操作的美国 这或许是未来在做国际政治讨论的时候 大家可以深度思考的 感谢两位到我们的现场 感谢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 奥亚卫视 走进台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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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他希望中日之间的恩怨 能够在这场阅兵里面一次把它解决掉 现在就要看日本的做法 因为各位昨天去看三军一队走了一百二十一步 就是甲午战争一百二十一年 这一百二十一年中 日本在前面的五十多年 你加诸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痛苦 我现在可以稍微讲个一下 为什么要从九一八事变算起 九一八事变你坦白说是东北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东北抗联部队 抗联部队它转入地下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所以对共产党来讲 九一八事变跟东北抗联事件是息息相关 而东北抗联事件各位再回顾一下 抗联事件之前 日本对中国大陆做了什么 日本大批一百二十多万人大规模的移民 东北 那第二个抢占西伯利亚等等 这一些血泪的历史 日本到了今天反省过了没有 没有反省 那中国大陆就是现在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你 我希望在一百二十一年的历史 我们共同把它解决掉 就是说最好终结掉 但是终结只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日本的反省跟认错 最近中国大陆也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安倍的讲话 你哪怕按照春山富士的谈话 你重念一遍 中国大陆都不会那么反改 就是说你安倍不要讲新的东西 只要你再把春山的话 重念一遍的话 中国大陆都可以放心 一定过关 对不对 他只要念春山富士 想要说 我就完全把春山富士立场接受 一定过关 对不对 所以中国大陆的这一篇文章 他点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现在已经不是死官认定的问题 而是说历史的延续下 你日本应该怎么做 你要去反省你的历史 好 如果日本不反省历史 纵然是有中日韩峰会 各位可以想想看 它是东北亚的三大经济体 全球我们现在看 中国大陆是第二大 然后日本是第三大 韩国接近第七大 如果这三个国家召开峰会 第一个你首先你要解决掉历史的问题 第二个潮半岛的问题 然后今天潮半岛坦白说 不是美国也不是中国大陆造成的 是你日本造成的 是你日本一手造成的 今天潮半岛的很多的问题 你原始来源就是跟你日本有关 所以你就必须反省历史 解决潮半岛问题 然后第三个 就是说你领土的坚持 你能不能回到波斯坦宣言的那个阶段 就是波斯坦宣言以前 你强占别人的领土 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归还给别人 只要日本做到这一些就可以 但是我们现在看日本的战略 日本的战略就是当美国的马前卒 如果他当美国马前卒一天 我想中日韩峰会纵然召开 这里面的实质问题的结还是解不开 所以未来中日韩峰会 我是主张召开 因为这种峰会 你常年性的召开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虽然有很多历史上的纠结 你可以不管 但是你不能遗忘 但是最重要的 就是中日韩峰会的召开 是不是让东北亚的局势更加稳定 毕竟今天的东北亚是冷战的活化石 这是美国人提出的观点 说截至目前为止 全球最紧张的地方 就在东北亚 而东北又在冷战的活化石 如果你能够把化石活化的话 这就说明了中日韩峰会有召开的必要 朴槿惠这次来 他不只是人来 他带着史上最大的工商企业的这样子一个团体 跟着朴槿惠一起来到了中国 要在这次的见面的过程当中 深化中韩之间的FTA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全面的对接 这个是韩国的气魄 进广告 回头我们继续关心东北亚的情势 当管理国际视野带你继续关心天下事 欢迎收看奥亚卫视走进台湾 我是唐江罗 我们回头看 昨天93这场的阅兵 以及中国 针对抗战胜利70周年所举行的纪念活动上 当然有不少友邦元首甚至于呢 他们的方正队伍来到了中国 那表面上看起来 所有的国家的元首当中 最大的最重要的事物是普京 但是其实你从中国的安排上面来来看 真正吸睛的 或者说中国真正在着着梦的 以及呢 在整个的 就是说9月3号当中来讲 最值得去观察的 其实是朴警惠 中韩关系 不要忘了 朴警惠的父亲呢 是朴正熹 朴正熹在韩国 他的一个标签是 反共强人 过去 在南北韩的对抗的过程当中 在美国所建构起来的 那种的反共的 那种的冷战的繁离当中 他以及他的父亲 所代表的那个势力跟 跟意念和中国 以及呢中国俄罗斯 苏联背后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 是激烈的对抗的 不共戴天的 可是呢朴槿惠这次来 除了延续呢之前呢 中韩关系的友好之外 他这次呢带来了最大的访问团 好那朴槿惠这次呢访华阅兵 我们看到了美国日本以及西方的国家呢 不断在中国的阅兵上头呢 做文章 但是呢朴槿惠呢不理会他 那他不只来向习近平感受呢 对中国感谢中国在整个战争当中 建设性的角色 疏解了呢朝鲜半岛的战局 那同时呢习近平怎么回礼 习近平单独招待朴槿惠午宴 同时呢在合照的时候 我们看到普京站在这儿 他单独安排到站在呢彭丽媛 这个这个就是说习近平主席夫人 旁边两个人一红一黄的 这非常的抢眼 同时呢韩国 韩国军方首次呢派代表团 出席了中国的阅兵活动 另外呢朝鲜的代表二把手吹龙海 虽然呢也受邀到了现场 但是呢比朴槿惠早八分钟进场 区隔开来也避免了朝韩之间的尴尬 我们看到习近平谈到就是说 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 希望能够呢通过对话解决 而朴槿惠呢也谈到 韩方希望同中方共同努力 引导本地区的国家 走上了健康的轨道 换句话说呢即使呢 没有美国的那种的洋枪洋调 中韩两国之间的互动呢 看起来共同唱的都是一种和平的调子 朴槿惠为什么干冒大不会 日本不来一个都都不派 美国基本上面的是 是把绳子拉着 不让任何国家来 朴槿惠为什么 韩国跟中国的经济的融合度越来越高 所以融合度越来越高 韩国跟中国的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强大 经济的一体化会使韩国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好 现在我们看到在政治上 最终的重点 除了习近平长到的30万人的裁军之外 另外就是当天大家都在看 甚至于大陆的网民们很早就已经在点菜了 我要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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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个菜不见的每一道都如你所愿的端上来了 但是昨天看起来还是有很多的看点 那昨天中国的阅兵的重武器亮相 让大家看到打造了国家安全的长城 中国一方面习近平主席说 中国走和平崛起了道路 18次的和平的调子裁军30万 都让大家觉得中国已经走过了过去那种 非常担心被侵略 然后非常没有安全感的时代 可是摆出来的这些军品却是军容壮盛 那么这些国家又怎么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阅兵画面 在阅兵画面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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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你看到这画面可能这两天你都已经反反复复的看 看了之后呢许多人感动许多人振奋 但是阅兵从西方国家的角度来讲 看到了中国的阅兵那种某种程度上面不愉快不悦的感觉 反映出呢他心里面把中国当作是假想敌 觉得呢中国的武力强大了之后 中国西方人已经去炮制那种所谓的黄货 已经非常非常久了 这是两三个世纪的事情 好 因此他看到中国的强大之后 不要说日本呢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西方国家也一样 因此不断的在中国的阅兵上头呢做负面的文章 好 所以呢他们都不来了 因为阅兵看起来穷兵独物 月珍怎么看 我们怎么来看待这次的阅兵 第一个我觉得一日千里 也就是说他展现出来的都是现役的武器装备 现役的武器装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 现役的武器装备等于是告诉全世界说 中国大陆现在是全系统的 不管是航太的航天的空中的地对空 空对地地对地地对海海对地 海对海海对空空对海 所有的全系统的这些武器装备的 我们叫做全系统的国防武器工业化 它的规模已经达到一个相当大的程度了 换言之也就是说各位可能只看说 怎么就是这些武器 这些武器就是告诉你说 它的工业规模已经出来了 因为它完全是用在部队上面了 因此未来的部队 现在的部队已经在使用了 所以它不断地在换装 按照它的继承 它的规定已经一直在换装 一直在换装 所以它的工业规模已经出来了 这表示什么呢 中国的高科技的武器 已经一直在追美国 而且越追越近了 各全方位的 全方位的拉近距离 已经这已经出现了 以前距离很大 可是现在一直在拉近 一直在拉近 我们强调是全方位的拉近 在若干的地方上已经突破了 例如说我们看到了这种不战车 这个目前美国后来放弃 全世界最新的 最领先地位的就是这种不战车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 东风21型的导弹 在全世界目前是领先 为什么会领先呢 主要是因为美俄 他们签署了中程导弹的禁止发弹条约 所以在这个部分 中国没有签署 所以中国在这个部分毫无限制 因此我们会看到 1000公里到5000公里之内的导弹 特别是东风21系列的 东风26系列的 东风21是1500到2500 东风26是3500到5000 这个系列的导弹 对不起 中国领先全球 好 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它是现役的 我们还是在强调 它是现役的 那这样的意思是说 未来我们估计 这个武器装备 目前已经看到 份额大概在五兆左右 五兆除了中国解放军 所需要的需求额会开始购买以外 它因为它已经达到规模化的生产 所以它的成本会一直下降 成本会一直下降的话 它的价格会越来越好 它的价格越来越好 它可以卖到亚洲 中美洲 非洲 所有的国家 因此 没有办法从美国获得的武器 或者是美国的武器太贵的国家 它可能会转念了 转念了以后 可能会考虑向中国来购买 好 我请教有话 这些的军品 因为你是武器专家 在昨天的阅兵之后 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的武器 还有哪一些 是你看了之后 你觉得非常有意思 值得特别解读的 美国 它是认为东风21D 它要有几个条件的配合 第一个海洋监视卫星 第二个空中的指挥导引 或者是卫星导引 这是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它发射的方式 然后第四个当航母 因为航母是一个移动的目标 因为一般导弹是打的都是一个固定的目标 它是运用一个什么方式去掀击航母 所以他们现在推估出来 东风21D如果真要打的话 大概会打四枚 一连发射四枚 它一连发射四枚的话 它涵盖的区域 它是用涵盖区域点 那涵盖区域点就要有很精确的指挥导引武器 或者指挥导引系统 在这个方面 美国是关切 就是说东风21D跟东风26 它们两个一定是搭配型的武器 绝对不是单打独斗的武器 为什么讲搭配型 一个可以打到关岛 一个可以打到航母 好 它一个是打击基地 一个是打击航母战斗群 所以就这两个来看的话 它就要推估中国大陆的航太工业 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 这个是东风21跟东风26 那其次 你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 美国非常注意 中国大陆的特种战机 美国反正评论坚10坚11B 甚至于坚20坚31坚15都已经评论过了 但是美国现在看你中国大陆的叫做特种战机 因为特种战机 它涉及到了预警机 它涉及到了电战机 它涉及到了通讯指挥机 等这一方面 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是落后于美国 所以美国看这次阅兵跟我们的角度 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空警2000 我们就拿空警2000 你来讲好了 空警2000已经出现到现在将近十年的历史 将近十年的历史 所以美国一看 你用轰6K 当作长城打击机 就是战略轰炸机等这一些 如果中国大陆在特种战机这一块能够有所突破的话 美国会感到害怕 那最后我们看到反舰导弹 那反舰导弹 就是601 602 603等 这一些 这一次公布的能难是阴极62 就是602 就是暗急的反舰导弹 就是陆基反舰导弹 这说明了一件事情 中国大陆的军事战略 他还在积极守备的转型过程当中 如果他还想说 我要向外扩张的话 如果我要向外扩张的话 这次朝鲜半岛的危机 朴槿惠为什么要说感谢中方 很明显的 就是这次危机的化解 是中方一定有了很大的力道 大家讲的是说 这次在38度线的朝韩炮战了 是的 所以最终我们提到了 如果在安全上 国防安全这个部分里面 中方能够有效的约束 朝方不要轻举妄动 也就是说 能够协助两韩之间 透过和平对话的方式 来解决两韩之间的矛盾 相互不威胁对方 然后共同来发展的经济繁荣 如果朝鲜感觉到安全 朝鲜就不需要发展核子武器 不需要发展这个洲基弹道导弹 我们就可以解除他的经济制裁 这样的情形下 中方也更有能力 更有条件来协助朝鲜 改善他的经济关系 韩国也可以跟改善 协助朝鲜改善他的经济关系 这样的情形下 两韩共同繁荣 把朝鲜半岛 创造一个更为安全的环境 那这不是 整个东北洋局势 大家都很高兴的事情 所以美国必须要离开韩国 才有办法使朝鲜半岛 进入一个相对更好处理的一个态度 目前看起来中韩之间的关系的发展 是有可能这样做的 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各位 美国怎么可能就杀手 美国一直把韩国当作他的桥头堡 美国一直把韩国当作他的桥头堡 认为可以遏制中国跟俄国 在这个东北亚地区的发展 所以美国不会轻易的 放掉在韩国的军事纪律 好 朴景辉当这次来 我们提到他在 他的经济跟贸易上面来讲 采取非常积极的公式作为 当去年当中韩呢 签订了FTA 那对于韩国来讲呢 这是在经济战略上面来讲的 非常大的斩获 我们之前也提过 这对朴景辉呢 将来他的一个历史定位来讲 演讲非常深远 那朴景辉呢 率领了史上最大规模的 156人的经济团访华 也就是说 今天韩国你讲得出名号的 大企业大集团 大概都通通来了 加强对接中国的一带一路 也就是说对于这一带一路 韩国人不会把它当口号 他认为中国是完真的 所以我带着我的呢 我的最核心的企业的成员 我真的就是要把中国 当作是我的第二内需市场 参与中国未来的一带一路的建设 习近平谈到呢 中韩关系的发展 历代最为友好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啊 从过去的 就是说呢 反共的 就是说呢 这个 就是说呢 碉堡 到今天 那朴景辉呢 以反共强人之女 那来到了北京 参与了阅兵和习近平的见面 表示中韩或者东北亚的政治气氛 其实有很大的改变 那地节自由贸易协定 FTA 韩国加瑞亚投行等等 朴景辉谈到 加强欧亚合作倡议 同一带一路呢 协调对接 他说呢 中国呢 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 韩国是中国的第三大的贸易伙伴 关系当然很重要 韩国呢 两万多家企业 在中国投资呢 达五百亿美元 那我要请教有话的是 其实 我在看这些画面 我看到中韩之间的元首的互动 我看到朴景辉呢 这么这么刻意的 在在完全不理会美国 日本其他的这些呢 欧洲 欧洲国家对韩国的施压 坚持用很高的规格 来到中国参与呢 这场的阅兵跟纪念活动 除了中韩共同的历史之外 我认为有个很重要的政治含义 对北韩的施压 你就看到这个画面之后呢 即使朝鲜的吹龙海来了 但是我不相信 朝鲜 金正恩 如果看到了朴景辉和习近平之间 这种宣称中韩关系 历代最为友好的气氛 那么你是金正恩 你该怎么办 有话 其实朴景辉这样做 是有他的道理 我们现在先看韩国 他的战略的设计 我一再讲 军事上 他必须要依赖美国 因为军事上 毕竟过去韩国跟中国 两个国家 那也是一个竞争对象 那你尤其是在武器输出方面 过去韩国是一个工业 是一个造船工业大国 那现在跟中国大陆 也发生了一些在舰艇输出上面的竞争 那这个是在军火贸易方面 军火贸易方面 当然韩国他有很多的武器装备系统 是需要仰赖美国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军事上他没有办法去脱离美国的影响 但是他经济上 他极力摆脱美国的影响 因为各位去看韩国最近几年的经济状况 从金大宗开始 金大宗到卢武炫 卢武炫到李明博 李明博到朴槿惠 那在经济状况上面 是李明博时代 是远胜于朴槿惠 所以朴槿惠为了要给韩国的经济找一个出路 他必须要跟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对接 那他对接的方式各位仔细去看 一带一路在海路上面 他最终是指于福建 当然有人说可以延伸到上海 那中国大陆现在在北方有京 北京 天津 唐山 还有 还有葫芦岛 就是金金 金金唐菇 四个地区的一个整合 韩国只要整合到北京的这一方面去 金金区里面去的话 他可以一带一路向欧亚 但是他在海路方面 朴槿惠现在是希望说中国大陆除了延伸到上海 能不能也延伸到山东半岛 甚至于天津 这样子他陆海都可以在天津那个地方进行对接 所以 朴槿惠他为什么要参与亚投行 他为什么要参与一带一路 他必须要为韩国的经济找活路 那韩国的经济 现在他有四个重点区域的发展 第一个重点区域是中东地区 那中东地区刚刚好在 从沙特阿拉伯为一个核心的话 他周边国家 现在韩国投资很多 这个是韩国的一个经济的重点 第二个重点韩国的游园 现在要往中亚去寻找 往中亚寻找的话 刚刚好中东在南海的 在他一带一路 就是一带的区域 一路就到了中亚 这是他第二个重点投资区 那他第三个重点投资区 是在中国大陆 那他第四个重点区 他希望是设在欧洲 所以从朴槿惠的经济布局 你看到了一个事实 如果没有搭顺风车的话 那他这四个 他这四个区块 是等于是零星分布于欧亚大陆上 如果透过中国大陆能够整合的话 他的海路跟他的陆路 就能打通他任督二脉 这也就是说朴槿惠为什么 他要带那么多经济参访团 到中国大陆去谈生意的主要原因 我们进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我们还是继续去整理 这一次的九三的阅兵的后续 看点 昨天 当然我们刚刚在走马看花的看完了之后 看到了许多的过去 可能没有这么集中呈现的中国最新的军事装备 习近平一边讲和平 讲了18次吧 让大家非常的感动 接下去裁军30万 可是展现出来的军品 也让西方国家在推敲 中国未来的军事思维到底是什么 这场的阅兵活动里面 经过了一天沉淀之后 有哪些看点值得深入分析 广告回头之后 谢谢请教两位专家 台湾观点国际视野 带您关心天下事 欢迎收看澳雅卫视走进台湾 我是唐江龙 昨天的九三的大阅兵 军事层面来讲 既然要阅兵嘛 军事层面当然是观察的重点 他就必须在一般的 就是特种战机 特种战舰 就是好比说两栖突袭舰 或者两栖登陆舰等 这些如果有重大的突破 配合中国大陆的空天站的话 这样子 美国才会对中国大陆感觉到害怕 我们进到广告回头之后 这张照片 这是一张 让全世界的人 你只要心 有一天的温度 大概都会心碎吧 这个孩子 大概估计三岁 他的尸体 被发现在土耳其的海边 他是难民之一 跟着父亲 跟着妈妈 跟着他的五岁的哥哥 准备搭着难民船 先到希腊 然后希望辗转的 能够逃到加拿大去 依亲 但是离开土耳其没有多远 船翻覆了 他们全家只剩下爸爸幸存 爸爸不去加拿大了 他要带着太太 两个心爱的儿子的尸体 要回到他们原来离开的地方 回到库德族 回到叙利亚 他说要安葬他们 他如果死了 也要跟他们三个人葬在一起 何等悲伤的故事 难民现在是欧洲最核心的课题 我们来关注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难民 在这个时刻涌向欧洲 台湾观点国际视野 带您关心天下事 欢迎收看奥亚卫视 走进台湾 我是唐娇龙 节目的最后一段 我们来关注一下难民 难民的课题 只要有战乱的地方一定有 非洲大陆随时都有许多的难民 在各个跨过许多的边界 跨过许多高危险的地区 只是为了要求生 只是为了要延续 让自己的下一代 还能够活得下去 但是这些的难民 随着北非 随着中东的动乱 他们没有地方了 他们开始涌向欧洲 在过去一段时间 你比较多看到的难民的新闻 都是来自于北非 比如阿尔及利亚啦 比如说利比亚啦 土尼西亚啦 这些地方 他们本来就都是欧洲的殖民地 因此呢 在有战乱了之后 随着语言跟地缘上面的接近 他们就搭船 那涌向南欧 但是最近国际媒体上面 所看到的这张的照片 让大家非常非常揪心的照片 这个孩子三岁 叫阿兰 在土耳其的海滩上面 大家看到他 他仿佛沉睡的婴儿一样 他已经死了 他是难民之一 我们看一段新闻 这名逆亡的叙利亚小难民 名叫阿兰 年仅三岁 照片上 他面朝下趴在海滩上 仿佛睡着 阿兰五岁的哥哥 以及他们的妈妈 也一同丧生大海 这个来自叙利亚的四口之家 原本想逃避战乱前往希腊 就坐上严重超载的偷渡船 不想 起航没有多久 就在土耳其半岛附近翻沉 最终 只有父亲库尔迪在海难中生还 悲剧发生之后 推行收紧难民政策的英国政府 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英国首相卡梅伦 当天表示 英国在收留北非难民方面 已经极尽慷慨 但这并不是解决难民危机的根本之道 如要防止此类悲剧再次发生 需要各国加强合作 从根源上铲除 造成北非国家乱局的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好 但是这些难民如果你只是看文字 看浮光掠影的新闻 看到他们漂流海上 或许你也会难过 但是不会呢 像这张照片这么的揪心 这张照片牵动了全世界人的眼睛 这个孩子三岁 我先请月圈跟大家讲讲的故事好吗 这个家庭有爸爸妈妈 还有一个三岁的孩子 还有另外一个是哥哥 六七岁左右 爸爸妈妈也活不下去了 必须要带着他们的孩子 离开家园 好不容易把所有的家产都变卖 筹了一点钱 可以买到船票 买到船票以后就坐船 坐船结果碰到船难 船难了以后呢 这个爸爸一直抓着这个小儿子的手 一直抓着一直抓着 可是因为海浪太大了 那没办法松手 松手了以后 这个孩子就失踪了 失踪了以后 爸爸破救了 妈妈也溺死了 长子也溺死了 那最后的小儿子 就飘飘飘飘飘 飘到了这个土耳其 飘到了土耳其是被土耳其的 海岸巡方署的警察发现了 把他救起来 其实不是救起来 把他抱起来 抱起来的时候 他在海滩中 就是这样的一个姿态 因为被海浪冲到这个地方 然后被警察抱起来了以后 因为他已经僵化了 所以警察抱回来 后来送到警察局 我们看到的收容所的时候 在这个平台上的照片 也是一样的姿势 因为他已经僵化了 所以他不能够把他翻过来 所以就也是抱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有两张照片 一张照片是在海滩的照片 另外一张照片是在他们的这个处理这个遗体的一个照片 他的姿态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 他就让全世界很多的人就很难过 这个情形像我们就看到 梅克尔第一时间就做反应了 梅克尔他就说 这个问题欧盟一定要负责任了 欧盟要解决了 欧盟不能够不再默示这些人的存在 其实德国在这一次的战争中 德国没有介入 但是我们看到德国 他们就诚如他们在战后 他们对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 他们的决心一样 他们成为一个很有道德的国家 去年他们接待了20万的难民 他们今年预计要再接待80万难民 可是梅克尔在内部并不是没有承受压力 德东的右翼的纳粹的很厉害的 我诚实讲 其实因为德国这个国家 热卖民族的民族性 其实跟日本有几分像 因为他一定他还是有些种族优越感 他觉得自己是很高级的 因此这种优越感越强的国家 他对于外来的移民的排斥感就越强烈 何况过去的移民的这种相处的经验 并不愉快 就是德国不只是东德 包括了西德 乃至于像是柏林 过去的波昂 他一直都存在着 就是说跟移民之间的这种的社会的 社会文化的冲突 那尤其对于来自于 就是说这个 这种伊斯兰世界 来自于中东 来自于土耳其 过去都有很多的冲突 因此梅克尔要做这个决定 老实说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你光我们生活在台湾好了 台湾对于这种移民 极端的排斥 对 那歧视 那是很可怕的事 政治上面来讲 台湾要接纳移民 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看到这个移民 因为这是欧洲 当我们刚看到这新闻画面里面 这个孩子在生前最后留下来的照片 他都还是穿着类似这样的一身的衣服 你就是说难民是很辛苦的 虽然苦中作乐 孩子天真无邪 还是留下了灿烂的笑容 跟他的这个熊熊娃娃 可是呢这些呢巨网仪令人很心碎的 那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潮 估计大概有35万 未来还会再继续的增加 因为整个北非跟中东 乃至于就是说呢 这个这伊拉各地区叙利亚的动乱 他都还在持续 那现在笑云才刚出来 那我们看到了这个三岁的这个叙利亚的难民 因为他是他是库德族 那呢这个的离 就是说离难了在土耳其的海岸 他们是从土耳其出发要逃往希腊 但是又被重回到了土耳其 我们看到这边整理整理出来的 这个是现在大概对于就是说 有关于有关于整个的欧洲的难民潮的 几个的简单的简单的说明 我们看颜色的部分呢 从西地中海 大概是从摩诺哥这一带呢 往北边走进到西班牙 大概呢将近7000人 66998人 好另外呢 从中地中海的部分 大概从利比亚啦 跟土尼西亚这两个区块往北走 因为在过去就吸吸离岛 靠近 您正在收看的是澳大卫视 中文台 台湾管理国之事 也带您关心天下事 欢迎收看澳大卫视 走进台湾 我是谭江龙 习近平主席 昨天在阅兵上面讲话的时候 突然间丢出了一个呢 爆炸性的话题 裁军30万 这是解放军 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呢 以原额来讲 可能是第三大的裁军行动 可是以目前解放军的编制 230万 裁掉30万之后 那个裁减的幅度15% 其实相当惊人 那这样子的一个裁军 又代表着什么 好今天我们还是把这些呢 昨天的整个的 整个的中国第一次非逢武 非逢时 非国庆所举行的阅兵活动 那所产生的 就是说政治跟这个化学效应 今天我们继续做深度的讨论 先介绍呢 今天到我们现场的两位的来宾 都是呢 台湾资深的媒体人 在国际问题军事问题方面的专家 在我右手边的第一位 赖月谦 月谦欢迎 张有花 有花欢迎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昨天在那场的阅兵 中国的解放军 动员了一万两千人 入海空三军各个军种 包括仪仗队全面的出动 以及呢 国外来自于呢 友邦国家的许多的这些呢 参与阅兵的这些呢 仪仗队伍 那使得昨天 在北京的街头上面 所呈现的是一个呢 国际化的阅兵的氛围 我们看一看昨天阅兵的画面 国家的研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你刚刚看到的这昨天的阅兵的画面 军荣 军荣壮盛啊 也难怪就许多的西方媒体 西方国家 他看到不管他内心里面的真实的感受呢是如何 看到的时候呢多多少少呢会觉得 有一些的有一些的紧张 会觉得中国的那种的力量的强大壮盛 好 但是呢我们来看门道 昨天的这个中国大阅兵 当然习近平主席呢讲的话 除了在阅兵的就是说礼兵车上面的 这样的一个行进的过程当中所看到的 那种的军容以及气势之外 习近平在讲话里面他提到 抗日战争是政协的大决战 昨天的习近平的讲话 当然对日本很有针对性 即使安倍8月15号讲话了 但是你可以听得出来 之前即使媒体呢没有大做文章 但是从昨天习近平的讲话呢 再度印证了就是 中国对于安倍的讲话呢是不接受的 是不满意的 因此日本呢提出抗议说呢 不要过度聚焦不幸的历史 我请教岳谦 昨天的整个的气氛当中 为什么会让日本既没有派人参加 反而要抗议 在亚洲战场 特别是在中日的这个战争 就是日本的清华战争中 我们看到日本 他不只是打正规战 他对无辜的百姓 他实施这种屠杀 他对于妇女实施这种监入领略 他对于孩童 抛上去用刺刀穿透他 这样的违反所有的人类 能够理解的这种行为 这种就是邪恶的战争 但是习近平告诉全世界 这是一场正义跟邪恶的战争 我相信在亚洲国家 其实连在欧洲的广大的 政治人物也好 或者是历史学者也好 也都知道这是一场 正义跟邪恶的战争 唯独美国的总统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 欧洲人都很清楚 法国的外交部部长 讲得最清楚 他说这是一场 中国人民以死亡跟受伤 三千五百万人的牺牲代价 所获得的一场正义的战争 这个话其实就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一场 正义跟邪恶的战争 但是日本不舒服了 日本知道他做的是一场 不正义的战争 可是日本很害怕 全世界知道他做的是一场 不正义的战争 但是问题是你害怕没用 全世界都知道 现在是日本很害怕他的国民 很害怕他的孩子 知道他的前辈们 干了这种不正义的战争 所以日本在这个时候要抗议了 他说不要过度聚焦 不信的历史 其实这个历史 不信的历史 不需要过度计较的 是因为你从来不肯承认 如果你日本像德国这样子承认 像德国这样子反省 像德国这样子的态度的话 坦白说 谁会一直强调 这是一场正义跟邪恶的战争 唯独你日本人不肯承认 唯独你日本人不肯面对的时候 对不起 我们要逼着你来面对 那是因为你不肯面对 所以我们才要逼着你面对 你一旦面对了 我们怎么还需要在B队里面对呢 是 好当然习近平呢 昨天说 这个昨天的这个 这个讲话里面 我想今天的大家也都已经看到了 但是我们再整理一下 他特别针对日本的部分呢 他说呢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开始时间最早 他不是在1937年 中国人认知 其实在1931年 当东三省918事变之后 就开始进入长达14年的 非常漫长的抗日的过程 那持续的时间最长 14年 所有西方国家的 就是二战的历史都是4年 我们是14 那面对侵略者 欲血奋战 彻底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 中国永远不会把自身的 经历过的悲惨遭遇 强加给其他民族 这是很重要哦 中国呢是强而不霸 中国呢绝对呢 不会走和平崛起的道路 不会把自己的痛苦经验 其他人在告诉日本说 你不用担心我报复啦 我不会把你加在我身上的 3500万条人命的苦难 今天呢一定要还在你身上 但是当习近平昨天是这个调子 他在告诉你 接下去的东北亚的关系 中日关系 仍然是混沌为民充满变数的 刚月先提到了 为什么的德国不会有 德国 大家知道1971年的时候 诺贝尔和和平奖 挪威就颁给了当时的 德国的总理布兰特 颁的布兰特是什么理由 因为他对战后的那种的气氛的修补 让欧洲的和平看到了曙光 1970年距离现在已经45个年头 人家45年前就处理完了 安倍到现在为止 仍然让周围的国家感受到愤怒和不安 好我请教有话 当然有许多的问题呢 昨天我们也谈过 今天许多媒体也报道过 不过呢我们从中日关系来看 昨天呢在阅兵仪式上面 有另外一位的贵宾呢 是朴景辉 大家知道东北亚 其实四个国家 主要中日韩三国 那日本呢一个人都没有来 安倍不来 大使不来 也没有派什么的特使来 甚至于呢 连基层的文武官呢 几乎呢都都不见 好那接下去呢 朴景辉来了 朴景辉来了之后 他不是只有来 朴景辉这次来 他不是觉得 对中国不好意思来虚应过故事 他来是很有诚意的 好那朴景辉来和习近平联手 同意呢早日召开中日韩峰会 朴景辉说呢 中韩呢是患难之交 习近平提到 他说中韩呢都为对抗帝国主义 侵略与占领而抗争 最终